生病念佛很精进 可是心定不下来 吃药也不好 心一急就想自杀 该怎么办 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我就劝你决定不可以自杀 自杀之后麻烦可就大了 所以诸位要晓得 这个自杀是罪业 不是解脱 如果自杀可以解脱 释迦牟尼佛何必出事 搞这么大的麻烦 怎么自杀就完了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不能解决 你看我们常常听世间许多人说 自杀再轮回投胎要找替身呢 你说多麻烦呢 你找不到替身 你想投胎轮回都没法子 而且自杀会非常痛苦 他在中阴 每一个一段时间 他那个自杀的现象要重复也一次 自杀死了之后 这神时常常不断地在那里自己表演自杀 你说这个东西多痛苦啊 我们要晓得这个四十真相 自己感觉的人生很苦 那这是夜报 那这是夜报 种种不善意造成 只要懂得 断意且悟 修意且善 你要不知道怎么修 了凡私训非常好 多念几遍 我常常劝初学的同学 一开端呢 就把了凡私训念三百遍 一天念一遍呢 足足念它一年 你的印象深刻 你才真正能懂得 因果报应的道理与事实 你就会知道 怎样改变你的命运 印光大使一生提倡这本书 它的用意何在 我们要多想想吧 挽救现在的捷运 这是一部最好的指导 它的说理说思 都不很深 我们一般人都能够懂 都能够体会 所说的一些方法 实际上我们在生活 除世带人介乌 也都能做得到 它是急 事处是今 圣教的精华 里面举的例子 尤其是多 我们应当好好地学习 你说 生病念佛很精进 可是心定不下来 这就不是精进 精进 心一定是清净 这个吃药并不会好 说实在话 对药没有信心 对义三没有信心 那么对于佛当然更没有信心 这个信心是个关键的 佛家常讲 一切法 从心相生 这个道理很深 它确实是四十真相 事处是法 都是从心相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